感言部分 日华牧师进一步分析移动宝藏的另一个领域 神的守高者既是移动宝藏 从他们身上能够得到神的恩高 神的同在和祝福 除了拥有无穷无准的祝福 同时也是一个移动审判 带来同等级数的审判 早于17年前 2001年祝福的教导里面 日华牧师经意详尽分享到 祝福就与前币一样拥有两面 一面是祝福 另一面就是与祝福同等能力的审判 因此 神的守高者既是移动宝藏的来源 同样也是一个移动审判的来源 如过往2012荣耀帕梦讯息 长进分享重石头的教导 被神恩高的对象 不论是一个人 一间教会 或是一个国家 都会好像以色列国一样 成为一块重石头 犯举起的必受重伤 撒加利亚书12章3节 那日 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犯举起的必受重伤 当我们理解神的守高者既是移动宝藏 亦是一个移动审判的启示之后 就终于明白圣经为何这样记载和描述神 下八局书 三章三至五节 神从提慢而来 聖者从巴兰山林到 他的荣光遮蔽铸田 重赚充满大地 他的飞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原来 神是一个移动的祝福 他的飞煌如同日光 手里射出光线 其中藏着能力 但面前却有瘟疫和热症发出 这个祝福的前臂 一面是祝福 但背面却是同等能力的毁灭和审判 同日原理 著名的马拉基书记载 曼君子耶和华 有如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智能 之前同样记载 神有如烧着的火炉 必将那些不法的烧尽 一无所留 马拉基书四章一字二字 曼君子耶和华说 那日临近 世如烧着的火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睡戒 再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之条一无存留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智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于圈里的肥足 神的宝座不单只是一个移动宝座 底下更有轮子 可以向四方移动及直线走动 随意移动到任何一个时空 任何一个地点 神自己更是一个移动宝座 神的宝座有如蓝宝石 自己的腰更有如荣耀的精金 身体 如水仓肉的宝物 只是 从神的身上 亦正正就是一个移动的审判 施行审判的时候 却是一无所留 事实上 旧约神同罪的居所摩西会莫 亦是一个移动宝座 因为建造的材料 就是金、银、布料和宝石 全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 向埃及人索取的珍贵宝座 及至建造摩西会莫时 以色列人就将这些宝藏和礼物 献给耶和华 建造全金的金灯台 金香炉 约柜 家司 柱子 和大祭司双满宝石的祭司铺 因此 会莫亦是一个移动宝藏 而且在抗野上不断移动 喜认和不认 明正言上是一个移动宝藏 与和神的宝座一样 然而 会莫不单是移动宝藏 与此同时 亦是一个移动审判 因为摩西时代 每一次瘟疫 击杀 凝罚和死亡的审判 都必然是从会莫而出 正如神审判可拉一党 亦是从会莫 耶和华那里有火发出 审判消灭可拉一党 那献香的250人 因此 会莫亦是一个移动审判的来源 除此之外 圣经也有更多例子 让我们明白 例如 文素基记载 当以色列十二位探子 窥探加南美地之后 其中十位报恶信的探子 向当时代的售高者摩西发怨言 神就以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死在耶和华面前 文素基十四章 三十六至三十八字 摩西所打法 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地的恶信 叫全会仲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信的人都租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唯有乱的儿子药书亚 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有例如 当以色列传媒众 向摩西和亚伦两位授高者发怨言 神就以瘟疫回应他们 明证祂的授高者 既是祝福的源头 亦是审判、瘟疫和死亡的源头 文素基十六章 四十一至四十七节 第二天 以色列传媒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 向回幕观看 不了 有云彩者概料 耶和华的荣光显然 摩西、亚伦 就来到回幕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主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他们以仁臭腐腐于地 摩西对亚伦说 那里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那来 跑到会中 不料 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此外 当可拉一党250人委扑摩西 以祭司的积分 攻击神认可的受高者 神的回应 却是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消灭了他们 并且让地开口 将可拉一党的家属吞下去 令他们的灵魂活活聚落陰间 神向全意识列人命证 拥有神恩高认可的人物或群体 在神的眼中 是非彼尋常 极之贵重 任何人或国家尝试攻击 伤害和委批他们 即使只是言语上的藐视 神都会审判 因为神的受高者 不单是移动的宝藏 与此同事 亦正是移动的审判 在神的眼中 受高者是极之宝贵 相对那些毁谤受高者的人 他们的生命 根本就如昆虫或垃圾一样 在神的眼中 是死不足惜 我们亦可以从先知以利亚身上 同样看见移动审判的现象 当人以轻灭或是藐视的态度 不尊重神的受高者和先知 移动审判的刑罚 就会从受高者身上发出 审判那些藐视或是 伤害神受高者的群体 聂王记下一章九至十字 于是 王差彦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 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 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你和你纳五十人 于是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五十夫长和他纳五十人 这个例子里面 五十夫长和跟随他的五十人 无礼地对待一位拥有神恩高的神人 神绝不顾惜 让火从天降下消灭他们 思想 这里足足有五十一个人的性命 他们都拥有权力 而且 都是五十一个家庭的经济之处 是有血有肉的灵魂 但只是言辞上 对一位受高者不恭敬 不尊重 对比神的受高者而言 他们的性命 只如垃圾一样 可以被火烧尽 这个并非单一事件 也不是偶然个案 接下来 另一位五十夫长 和跟随他的五十人 同样因为不恭敬 不尊重神的受高者 火再一次从天上降下 消灭这五十一人 及至第三对五十夫长 相失跪在伊莉亚面前 爱求伊莉亚 司母火降下 联皇记下 一章十一至十五节 皇帝以此差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伊莉亚 五十夫长对伊莉亚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伊莉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你和你拿五十人 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五十夫长和他拿五十人 皇帝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 相失跪在伊莉亚面前 哀求他说 神人啊 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 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 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使者对伊莉亚说 你同着他下去 不要怕他 伊莉亚就起来 同着他下去见王 实在 如启示六十一章所预言 若有人想要害两位受高的无疑人 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 消灭仇敌 他们更有权柄 叫天弊塞不下雨 叫水变为血 随时随意 用各样灾阳攻击世界 因为神的受高者 身上所拥有的因高 一面是祝福 另一面就是审判 他们在每一个世代里面 不单只是移动的宝藏 亦是移动的审判 人约祝福他 就会给祝福 相反 人约祝了他 神就祝了那人 《创世记》十二章一至三节 耶和华对阿巴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和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奏助你的 我必奏助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啟示录两位受高的无医人身上 显然就拥有这种权柄和能力 最后 当我们拥有上述啟示 就可以轻易理解到 既然两位受高的无医人 能够拥有移动审判的权柄和能力 作为他们的师傅和效法榜样 就是拥有啟示录 第四马审判权柄的骑士 第四马的骑士 即永恒辛苦身上的恩高和祝福 同样带着移动审判的能力 正因为第四马骑士 是骑在马上 更加具备了不断移动和转移的属性 而且圣经预言 拥四马的骑士 是被神授予权柄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 杀海地上四分一人 接下来 当永恒辛苦全面承计他的权柄和能力 任何五公斤 不尊重 不肯听从辛苦教训的人 圣经预言 将会有四分一人 即现时地球七十亿人内的十七点五亿人 会因为受高者是移动审判的属性 而要面对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的审判 百百断送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神给予末世的警告 不可难为神受高的人 亦不可恶待神的先知 实在 属灵原则就是如此严谨和不可干凡 诗篇105篇15-16 说 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 亦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探命地方降在那地上 将所依靠的糧食传衡断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